高雄鳳山金五路廣場假期舞台 大大的看板 台灣阿民魏台魏民十分鞋眼 郭台銘首場造勢 周日晚間鳳山盛大登場 中華五路 但是我覺得太偏了 這個地方很好 在鳳山的市中心 以前韓國瑜確實也租過 何市長要做你的市長 騎鱼找馬 這是韓國瑜2.0 你會輸很慘 2018年韓國瑜三山造勢鳳山場 也是在這裡 融入三萬人以上大力揮國旗 而郭台銘這一次 雨寄一萬張椅子 康乃馨貼上郭台銘祝福 沒把椅子都有國旗 要讓旗海飄揚 也讓聯想是否複製寒流模式 韓國瑜造勢廠 同樣會出現的一整排小吃攤 現場也有 攤販的心情七上八下 應該可以吧 只是今天天氣不太好 說第一次先試試看 第一場試試看 大概三四萬吧 三四萬的東西都支持啊 有賺錢都支持 下午一場雨讓場地濕滑 晚間的造勢踩音樂會模式 除了藝人來唱歌 還會有神秘嘉賓到場 他的畫質會不會有相關的操板 謝謝謝謝 目前我知道我板橋會去啦 加油 郭台銘的妻女合體做公益 也隔空幫加油 首場大型造勢準備好了 後續會引起什麼效益 是否能跟當初韓國瑜一樣 把人氣帶起來 也都是外界觀察重點 三四萬田巨大股負仙 高雄報導